第二百六十八集 白木尘突然低下头 姐姐 我不想过生产 为什么 白木尘抬头 用复杂的眼神看着白木槿 我生产那天 是娘的忌日 一句话 让白木槿的心 跟着狠狠地疼了一下 这么多年 白木尘都在这种自责中度过吗 他竟然从来都不知道 白木槿轻轻地将白木尘的脑袋 拥在怀中 诚儿 一切都过去了 娘 她从未后会用生命换取你的性命 你不该觉得自责很难过 你是娘亲性命的延续 你要过得好 她才会高兴 姐姐 可是 如果没有我 娘就不会死 你也不用受那么多苦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这么多年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看着你受伤 被下人羞辱 受惊冷嘲润风 你是白家大小姐啊 你是国公的嫡长女啊 却活得那么卑微 你本来 本来不用受这些罪的 傻瓜 一切都过去了 那样的日子也不会再有 从此以后 只有我欺负别人 没有人能够欺负我们 白沐尘吸了吸鼻子 不好意思的 姐 我真没用 如果我是哥哥就好了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 不让任何人伤害你 等你长大一点 就由你来护着姐姐 既然你不想搭操大办 那我们就去加妙 祭拜母亲 好吗 好 娘看到我们 终于脱离了魔掌 一定很高兴 姐弟二人相视一笑 在这宁静的早晨 开始了他们崭新的生活 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想要算计他们 不用担心隔墙有耳 不用严防死守 看看会不会有人 在他们的饭菜里面下药 连阳光死活都变得 比从前更加明媚 小姐 咱们去家庙 要不要多带些护卫啊 喜鹊倒是不担心被人害 而是觉得有一群护卫跟着 很威风很气派 白木槿自然了解她的强法 笑着白了她一眼 你这丫头 就是爱出风头 多学学鸳鸯吧 鸳鸯姐整日和老婆婆一样 最近越发学的 和瑞嬷嬷嬷一样 我还没去的 还是杜鹃好 杜鹃跟我玩 你这死丫头 又背后说我坏话 快下出发 几白夫人可不能迟了 喜鹊立刻震了神色 扶着白木槿上了马车 青鸾和杜鹃自然随时左右 白木城单独一辆马车 带着她的小丝和书童一起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前往了白府家庙 家庙位于京城东郊 是块风水宝地 白木槿等人约莫一个时辰 才到了地方 一下马车 鸳鸯和瑞嬷嬷嬷就笑了 然后对还未下车的白木槿道 小姐 宣王殿下已经恭候多时了 白木槿惊讶地撂开车帘 看到那人浅笑着走过来 伸出手欲牵她下车 白木槿纳闷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不是要祭拜领堂吗 本王作为他的贤婿 自然不能缺席 我娘要是知道你算计我 才不会让我嫁给你 定会替我教训你 本王甘之如疑 自愿受罚 谁让岳母大人 给本王生了如此角色家人 当王妃 白木槿也下了车 看到凤九卿 急忙跑上来打招呼 姐夫 承儿 你胡乱就要什么呢 没羞没笑的 还不给王爷赔礼 凤九卿却掏出怀中的一枚玉 丢给白木槿 小姐哥 就算是姐夫送你玩的 白木槿看那块玉 也知道绝非凡品 没想到握在手里清凉无比 在这闷热的夏日 竟一点也不觉得热了 白木槿兴奋得道 多谢姐夫 那个 姐姐 你和姐夫闲聊这儿 我先去准备一下 说完就招呼着一群人跟着他走 其他人自然时去的不在这里惹人闲 白木槿也要跟着走 被凤九卿一把拉了回来 急什么 不是还要准备击败的东西吗 也不需要你亲自动手 我愿意 你管不着 白木槿没好气的 心中仍然对玉池逼婚那件事情耿耿于怀 更何况他一句话也不跟他商量 就求了圣旨赐婚 凤九卿自然明白他为什么生气 搂着他的小腰 好了 最多我让你打一顿好了 不要这么小气 反正你注定是我的人了 呸 没羞没臊 谁是你的人啊 凤九卿双臂紧紧扣住他的腰 不让他动弹 我都来拜计过玉母大人了 你说是不是我的人 在你来之前 我已经获得了玉母大人的许可了 他说要把你交给我 让我一生一世宠你 就爱胡说八道 我娘怎么可能会和你说这些 那他该说什么 我娘该说 你这个坏蛋敢欺负我的闺女 就把你带走 凤九卿开怀大笑 这是白木槿第一次在他面前说笑 模样娇称得令人恨不得咬上一口 凤九卿也的确这么做了 不过咬的不是脸 而是唇 白木槿被轻薄了之后 狠狠推了他一把 这可是白府家庙 你要做什么 一时情不自禁 也罢 咱们来日方长 唉 还要等三个月那么久 本王都有些急不可耐了 怎么办 你要是等不了 大可先踩几个通房丫头 可是本王 只想要你一个人 凤九卿握住他的小手 在掌心不断地摩缩着 白木槿微微笑奶 低头不语 白木槿的声音恰好传过来 姐姐 姐夫 该给娘上香了 我这小舅子还真是懂事 你教得好 白木槿逆了他一眼 没再说话 匆匆地进了家庙 凤九卿微笑着跟上 只觉得看那女子 发自内心的笑 比繁花盛开 还要令神欣喜 给陆婉卿上完香 也摆好了供奉之后 白木槿才到 诚儿 你们先出去 我想单独在这留一会儿 白木槿有些犹豫 凤九卿却拉了拉他 走吧 外面等你姐姐 白木槿这才放心离去 白木槿跪在地上 神情肃穆安宁 看不出丝毫喜怒 娘 你看到了吗 我总算改变了一切 毕竟还好好活着 并且越来越懂事聪明 假以实事必称大气 娘 我只是好想你 我已经越来越 记不起您的样子 恨怕突然有一天 彻底忘记你的模样 越来越想你 说你能够活着多好 那样 我们就可以幸福地团聚了 娘 还有三个月我就要出嫁了 您看到他了吗 他对我很好 比世上任何人都好 每一次受伤 他都会在我的身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您明明中 为我安排下的归宿 娘 我再也不会冲到复折 这一次 我会过得很幸福很幸福 你娘连自己的幸福 都安排不了 如何帮你安排 一个阴沉森冷的声音 突然响起 陆氏那苍白衰老的面容 呈现在白木槿的面前 白木槿擦干了眼泪 看着他 丝毫没有震惊和愤怒 你真的来了 我还以为要等很久呢 你知道我要来 我说过你斗不过我的 你要做什么 准备做什么 我都清楚得很 何必故作镇定 这一次 无论你有什么准备 都没有用了 我不会让你再有机会翻身 白木槿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是吗 我怎么就由自取了 从始至终 都是你自作自受而已 说你无心害我和尘儿 怎会落得今日的笑场 我是自作自受 我应该在你和那个小畜生 毫无反抗能力的时候 就掐死你们 那样也不会害我的 汐儿和轩儿 有如今的苦果 白木槿不语 陆氏却步步逼近 白木槿 你怎么也不会料到 我是要来做什么的 你逼得我和我的孩子们 走投无路了 我怎么会放过你呢 你这个蠢货 竟然还单独留在这里 这是连老天爷都帮我 白木槿 看他突然掏出一柄匕首 朝他刺过来 却并没有动 陆氏的匕首 就在接近白木槿的那一瞬间 停了下来 惊诧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躲 你杀不了我 而且也不想杀我 你果然够聪明 不过 我不是不想杀你 而是我知道我杀不了你 不过 我却可以杀了自己 你要叫我娘临位前 自杀谢罪吗 我为什么要谢罪 我凭什么给她谢罪 这都是她欠我的 我给她当了十几年的奴婢 任由她呼来喝去 伺候她掩饰起居 我也是陆家的女儿 就是因为我娘出身寒胃 所以我就该那么低贱吗 我娘是死在她娘手里的 我只是为我娘报仇而已 你娘是怎么死的 你恐怕到现在还不知道吧 你娘可不是死在我外祖母的手里 她的死全是她一手造成的 身为殷氏女 掌握着传国玉玺的下落 却不肯说 皇上把她赐给我外祖父 也不过是想要逼输她的秘密而已 她竟然痴心妄想 想要害我外祖母和大舅舅 这不是找死吗 你胡说 胡说 我娘是无辜的 无辜的 她很善良 很美 也是最好的女人 爹也是喜欢我娘的 要不然怎么会有我和二哥 那是因为她灌醉了外祖父 才助她爱结 外祖父极其厌恶她 所以一直也没有承认她的身份 她在鲁家既不是妾 也不是奴婢 她只是个外人而已 你胡说 胡说 我娘都是被那个老太婆逼死的 她嫉妒我娘 才要害她 因为我娘也是出身名门 若是她阴事你的身份公开 就算是她现实女也不能比你 所以她要害死我娘 你若是想自欺欺人 我也不反对 你不是要自杀吗 那么临死之前 能不能说句实话 你是怎么害死我娘的 陆氏看着白木槿 你知道是我做的 我娘身体一直都很好 怀着诚儿的时候也健健康康的 为何会死在产房里 我又不是傻子 罢了 说给你听也无妨 反正我也要死了 还要让你背上是傻长辈的罪名 你也会陪我一起死的 然木槿看着她并不言语 只是在等待着她的下文 陆氏也笑了一下才坦然道 你娘真是个愚蠢至极的女人 她竟然以为我是真心敬重她 把她当亲姐姐 可是我那么恨她 恨她拥有那么美好的人生 陆家的嫡女 已经是受尽万千宠爱 外面有多少王孙公子 欲娶她为妻 自她十岁过后 脾气的人几乎踏平了陆家的门槛 可是那个老太婆舍不得女儿受苦 不想找世家联姻 更不想攀龙附凤 所以为她择一门平常亲事 然后就选了白氏族 初初定亲 白氏族也三不五时登门拜访 他们也算是情投意合 成亲一时 新婚燕耳甜蜜无比 可是你娘运气不好 投胎生了你这个女儿 老太太不喜欢她 又顾虑着陆家 敢怒不敢言 你娘却什么都不知道 还傻傻地侍奉公婆 甚至帮你爹纳妾 本来也算相安无事 可是她偏偏又有了身云 这一次 她竟然想到要把我接到白家去陪伴 我怎么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虽然我也是陆家的女儿 可毕竟只是述出 娘亲还是个见不得人的出身 我就算拼借了权力 也不可能当国公夫人 但你娘把机会给我了 我就不能放过呀 我和你爹眉来眼去 没有多少日子 她便心动了 和我和杜陈仓 甚至有了身孕 她很害怕 因为你娘是陆家嫡女 岳母大人又是个几乎短的 要是消息泄露 她就死定了 所以啊 我是为了你爹和我自己 不得不除掉你娘了 我不过是买通了吻婆 在她的催产药里加了些别的东西 她就血崩了 你爹在她泥流之际 还去看了她 只不过当时 她或许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陆婉琴死了 她的恐惧 也就消失了 白木槿虽然早已经知道真相 但是听到这儿 人就颤抖不已 为什么当时她只有三岁 为什么她没有重生在娘亲死之前 为什么即便她只有三岁 也能救下她一条性命啊 那个傻女人 孤独地死在了产房里 深爱她的丈夫 竟也是推她入地狱的祸首 陆氏看着白木槿煞白的脸 却笑得十分的快意 你知道吗 你爹在你娘死的当晚 竟然还爬到了我的床上 陆婉琴真是可悲啊 尸骨未寒 丈夫却半点伤心也没有 只顾着和姨妹欢好呢 也许是出于逃避心理 她对你和你弟弟越来越冷淡 因为见到你们 就好像见到了 那个卑鄙无耻的自己 但我的孩子却不一样 他们受尽宠爱 是她捧在心里的宝贝 你痛哭吗 伤心吗 你被我当成木偶摆布 被吓人鄙气 受尽嘲讽和冷眼的时候 你爹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不愿意管呢 他讨厌你们呢 陆氏仿佛意犹未尽一般 说着那么残忍的话 脸上却带着微笑 他只有通过这些 才能够忘掉目前的处境 才能看着当初被他 肆意欺辱的小丫头 翻身骑到所有人的头上 他要害她 甚至必须要付出生命 白木槿微微地闭起眼睛 嘴角勾出完美的弧度 谢谢你 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 不客气 因为我还要送你最后一份礼物 你不是恨不得巴不得我死掉吗 我现在就把我的命送给你 陆氏说着就要用刀子捅自己 清脆的声音响起 那柄刀子应声而断 陆氏用力捅下去 也不过是伤了皮肉 鲜血淋漓 够痛 却不足以死掉 灵堂的门被轰然打开 陆老夫人和凤九卿阴沉的脸 出现在陆氏的面前 而后屋里 白氏族也被人绑复着丢了出来 陆老夫人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一步一步 沉重地迈向陆氏 然后一脚狠狠地踏在她的伤口上 声音冷如尖兵 你这个贱妇 还我女儿命来 你们 你 陆宁江 一切都结束了 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害我 而你也将为你害死我娘 付出最惨痛的代价